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新闻01台 为您报告今天1月8号星期五重要新闻 在华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今天说他已经和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陆军上将米利通了电话 确保川普总统不会发起核子打击 佩洛西给国会同僚的一份声明里面说 他和米利上将讨论了现有的预防措施 以防止一位不稳定的总统发动军事战争行为 或者接触核代码下令发动核打击 米利上将的发言人证实了双方通的话 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 这位发言人说 佩洛西议长发起了跟主席的通话 他回答了他有关于核子命令授权的问题 佩洛西之后在和众议院民主党同僚的电话会议当中说 他得到保证有关的保护措施 以防止川普总统动用核子武器 与此同时 佩洛西议长和民主党人现在正在讨论 是否最早在下个礼拜就对川普总统发起第二次弹劾 佩洛西在今天说 如果川普不立刻请辞 众议院将推进对他的弹劾程序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三位白宫顾问表示川普总统没有辞去总统职务的意愿 而美联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在礼拜一提出针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条款 可能最快在下个礼拜三就进行表决 如果川普在众议院遭到弹劾 并在参议院被判定有罪 他将无法在2024年参选总统或者是再次担任总统的职务 不过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的弹劾行动发出了警告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一份声明里面说 在总统任期只剩下12天的时候 对他进行弹劾只会更加分裂我们的国家 他还说我今天联系了当选总统拜登 计划跟他讨论如何的携手合作 让目前的局势降温 让国家团结一致 解决美国面临的挑战 佩洛西议长和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 在此前呼吁副总统彭斯 启用宪法第25项修正案 罢免川普总统 众议院助理议长克拉克在今天表示 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下个礼拜会推动弹劾川普程序 克拉克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 川普必须被爬足职位 我们将运用手中一切的工具来推动 确保这件事成真以保护我们的民主 民主党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少数党领袖舒默 在昨天要求副总统潘斯和川普内阁 依据宪法第25修正案的规定一行事 按照规定如果总统无法交卸职务 副总统和内阁有权解除总统的权力 但是一位顾问说潘斯反对怎么做 在华府川普总统今天宣布 他将拒绝拜登的就职典礼 这跟历史的传统有所不同 他宣称对于所有关心的人 我不会在1月20号参加就职典礼 总统当选人拜登则是在稍后表示 他非常高兴川普总统不在1月20号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他说这是他和我达成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他没有出现是一个好事 他在新闻发布会这么说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今天报道说 川普治国四年以来充斥的各种骚乱 而6号的华府国会的动荡 已经定调了川普的政绩 也为共和党指出川普任内末期 以及他卸任之后的方向和蓝图 这场暴乱之后 川普俨然已经葬送了政治前途 他的一个好友预测 川普2024年已经不会再选 而另外一位川普前竞选幕僚则说 他毁了支持者 害惨了国家 萤火自焚 日后将难以获得共和党的支持 Politico报道说 对于很多的美国人而言 在家里面看到的新闻画面让人痛心 国会大厦暴乱成为川普挑衅大选结果两个月以来的结局 包括副总统潘斯 等共和党内部人士开始出现不认同川普的声音 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说 总统造成这场抗议 解铃还需系铃人 暴乱威胁之际 川普仍然煽风点火 甚至于把矛头指向了对他一向效忠的副总统潘斯 他批评潘斯未能够展现保护国家的能力 而潘斯的一名幕僚者透露 这正是潘斯对川普终成结束的开始 而川普的政治试图也就此画下了句点 美国联邦执法官员在今天宣布 他们承诺将对暴力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 其中一名来自西维基尼亚州的议员 和一名闯入Nancy Pelosi议长办公室 并且翘起脚丫摆在他办公桌上面的男子 涉嫌跟国会大厦围困有关而被逮捕 检察官说 当局还在卡车上发现了11杯莫勒托夫鸡尾酒 和一支半自动步枪 这一辆卡车来自于阿拉巴马州 一个70岁的男子 这名男子也被逮捕 他也有两把手枪 而数以百计的检察官跟联邦调查局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检察官 办公室的检察官 向记者做简报的时候说 已经指派特工进行调查 并且处理数十起案件 联调局华盛顿外地办事处的负责人 安同纳则补充说 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 美国司法部今天晚上在新闻稿中 发布新闻说 联邦执法人员已经对至少13个人进行了指控 其中几个人被指控非法越境 华盛顿警方还逮捕了其他素食人 主要是因为非法越境和违反宵禁的指控 美国国会警察在昨天宣布 另外也逮捕了14个人 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罗森 发表一项声明说 毁坏联邦建筑物者 如果被法院裁定罪名成立 最高将面临10年的有期徒刑 联邦主管机关 现在正和多个执法机构合作 全面搜证 扩大追查造势者的身份 并且将以联邦罪名起诉 如此重刑规定 法院基础是来自于川普总统在2020年夏天 所做的签署 目的在保护纪念碑 雕像等等联邦建筑物的一个行政命令 罗森在声明中指出 司法部承诺一定会针对 攻击政府的行动追究到底 让造势者根据法律全面承担后果 华府特区代理联邦检察官薛温 也表示 根据川普所签署的保护联邦资产的行政命令 冲入国会的挺川的群众 可能将面临最高10年有期徒刑 保卫首都现在是当局的要务 军方说 已经动员了将近6200名国民兵到华府 国会大楼的周围已经临时加建了7英尺高的铁栏杂 以加强安全 陆军部长麦卡锡向新闻媒体表示 已经动员了德拉瓦州 维基尼亚州 新泽西州 马里兰州 纽约州 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国民兵 尽管细节仍在商讨 但是部署部队是要为首都 以及国会大楼提供安全的保障 他又说 这些国民兵部署不少于30天 这期间会和国会三庄的警察局 以及在华府市长办公室协调 确保所有资源机制全部到位 换言之 国民兵保卫首都会一直到总统大学人拜登 宣誓就职之后一段时间 暴力冲击过后 国会大陆里面多个地方都满目苍疑 就连拜登在1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的舞台 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美国国会暴动事件促使部分美国的企业开始和川普 以及他的支持者划清界限 并且开除一些参与攻占国会的员工 反川政治行动委员会林肯计划的共同创办人兼政治策略师 Sam Smith推文表示 该组织正在计划不留情面的施加压力活动 锁定那些给攻占国会的威权运动 提供精元的美国企业 产业协会 高层主管 以及其他人 在此同时 有14万名会员的美国护理师联合协会 以及有1100名员工的律师事务所 也响应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商业组织之一 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发表的声明 建议副总统判施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赶川普下台 获得包括总部在印第安那州治安产品业者 執行长在内多人的支持 希望川普提前下台 另外出版商Simon & Schuster表示 决定放弃为参议员获利出书 获利是川普选举舞弊说的重要支持者 总部在加拿大的Shopify 关闭了和川普竞选阵营 以及他的企业相关联的网站 数十位企业高层和产业团体 则谴责报名攻占国会 呼吁援引美国宪法25修正案赶川普下台 社群拒迫脸书无限期的延长封锁川普的账号 一些公司看到他们的员工出现在华府动乱现场的 社群媒体照片和影片以后 给予开除的触碰 例如保险业者Goothhead Insurance说 资深法律顾问Paul Davis已经不再受雇于该公司 2020年中才刚受聘的Device被发现 他的Instagram账号里面贴文声称 昨天参与了和平示威 马里兰州的印刷业者 Direct Marketing在推文上看到 有个国会暴徒佩戴着该公司的背章 细查身份以后也加以解雇 该公司的发言人说 任何员工展现危及他人健康安全的危险举止的时候 将不再能够受雇于该公司 在美国大多数的州 雇主有很大的弹性可以解雇员工 职场外的行为也可以是撤职的理由 在华府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 去年12月非农业就业人口缩减了14万人 远不如经济学家预估的增加5万人 这是8个月以来首次的下滑 显示出新冠肺炎染疫的人数激增 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 而且可能危及到经济的复苏 劳工部说 12月非农业就业人口缩减14万人 失业率持平在6.7% 低于经济学家原估计的6.8% 电动汽车公司Tesla 股价持续的飙升 市值已经首次超过了脸书 打进市值最高的五大科技公司之一 这也是全美国五大市值的公司之一 在过去几年 五大科技公司一直是苹果 微软 亚马逊 谷歌和脸书 一直到在7号 Tesla取代了脸书 排在第五位 苹果昨天收市之后的市值 2.2兆 微软1.65兆 亚马逊1.58兆 谷歌是1.2兆 而脸书是7654亿 不及Tesla的7735亿 在2020年初的时候 Tesla股价的市值只有760亿 但是去年全年股价飞涨超过了700% 最近这一个礼拜市值继续的猛涨 涨势追过了脸书 Tesla的股价大涨也使得他的执行长 马斯克的身家首次超过了原来全球第一富翁 贝佐斯 根据富比斯公布 昨天美国股市收市以后 马斯克的身家增加到了1885亿 为您报告有关疫情 纽约市警察总局在今天宣布 纽约市警察局长希尔被确诊为新冠阳性病例 而宣布该消息的一个小时之前 希尔还在推特的账号更新贴子 为华府国会山的骚乱事件中受伤牺牲的原警表示哀悼 纽约市警副局长以及发言人艾斯波希托表示 希尔如今身体状况还算好 而且依旧和市警的主要人员保持密切沟通 在家里面隔离恢复期 仍然还会远程的完成市警的管理工作 希尔是自从新冠爆发以来 几千名被确诊的纽约市警员之一 而2021年1月才刚过了一个礼拜 就已经有463名纽约市警员和职员被检测呈现阳性 截至到目前已经有6名探员 1名制服员警跟40名温职人员死于这个病征 就在纽约市正在为接种疫苗资格的问题 炒得不可开交之际 原本在疫苗进度落后的新泽西州 宣布扩大核资格者接种的清单 其中包括允许警察和消防员注射 根据CBS纽约的报道说 昨天在Pasiton国际高中 有几十名警察和消防员获得安排接种莫德纳疫苗 这是除了医护跟养老院居民之外 第一批获得注射的其他人员 这个进度反超纽约市 新泽西州州州长莫菲表示 警察和消防员也是前线人员 目前正受到新冠病毒的威胁 而与此同时 康州也报告出现了高传染性变异毒株的感染个案 州长拉蒙特指出 两宗病例都是外地传入的个案 两名感染者年龄在15岁到25岁 他再一次提醒大家 病毒风险无分年龄 康州累计确诊的病例数字 已经突破了20万件 在昨天新增加3304宗感染 跟57个人的死亡 纽约市捷运局总裁范伯格 在昨天表示 心理健康危机对于地下铁系统 现在造成严重的破坏 这使得曼哈顿的部分地区 地铁轨道上面布满了针头 纽约邮报报道 范伯格说 月台跟路轨上面出现数以百计的针头 重灾区是曼哈顿上城和下东城 他说 就在上个礼拜早上繁忙的时段 有人拒绝离开路轨 而使得列车服务被瘫痪 他说 众所周知的是 新冠大流行加剧了 纽约市的游民和健康精神 健康的危机 而可悲的是 这些情况最近几个礼拜 在公交系统里面 正迅速的恶化 一名纽约皇后区的 亚裔男子 在去年7月到3月 2020年3月 瞄准不会英文的移民社区 连续的盗取 多名受害人的身份证件 购买或者租赁11辆汽车 他还通过 各种不同的合同 和假造的这些合约 从汽车经销商手里 骗取大量仲介费 这名男子在日前 被华后区检察官办公室 以重窃罪名提告 如果罪名成立 将面临高达7年的监禁 法律文件显示 住在小井 Lizernick的韩裔男子 名字叫全龙 他在2019年7月开始 瞄准了不会说英文的 韩裔社区 以帮助民众买车为由 涉嫌盗用了7个 受害人的身份证件 还通过使用虚假文件 身份证明和阴阳合同 从汽车经销商手里 骗取了大量的重窃费用 全龙在昨天晚上 在华后区刑事法院过堂 他被华后区检方 以二级三级和四级重窃罪 三级和四级非法持有盗窃物品罪 三级和四级弃度非法持有盗窃物品 一级与二级伪造收入证明 等等的罪名提告 法官郭沛将在下次出庭时间 定在2月2号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三年 零六个月到七年的徒刑 在芝加哥 芝加哥第九分局 发布一项警讯指出 在过去一个月 芝加哥华铺发生了四起抢劫案 北途被怀疑是相同的两个非洲裔 警方呼吁社区提高警觉 并且踊跃提供线索 另外受到国会 在前天发生冲突事件的影响 原地于明天下午一点 在芝加哥第九警分局跟市区 库克郡伊利诺州检栏关办公室大楼 前面举行的大芝加哥华人自安维权大集会 现在决定延期到20号 总统就职以后再择期举行 芝加哥第九分局说 从去年12月13号到30号这期间 在芝加哥华铺一带就有四宗抢劫案 依据受害人的描述 被怀疑是两名非洲裔嫌犯连续作案 这两个人年龄18到24岁 身高约6尺到6尺三寸 穿黑色的帽衫戴黑色的口罩 一连串治安事件引起了华铺社区高度关注 由华铺治安基金会 华铺更好团结联盟 芝加哥枪友会所主办的治安维权集会 本来预定明天登场 希望借此号召华人团结发声 争取警局重视和加强维护治安 并同时呼吁华人踊跃的报案 不过由于在6号发生的 国会暴轮事件 这使得主办单位跟协办社团 紧急召开会议 决定这一场活动延后举行 在农历新年就要到了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农业专家 在纽约的甘乃迪国际机场 最近屡屡在中国旅客的行李里面 查获一些的食品 而目前日前呢 又在中国航机的一名旅客的行李当中 查到了20磅重的腊肠腊肉等等 禁止进入美国境内的肉类制品 以及30瓶及时的燕窝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按照美国农业部的指引 没收了所有的违禁物品 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说 物业窝是被禁止从行李中 携带入境的 因为他们没有适当的生产来源 证件和卫生保障的措施 而且可能会对美国农业构成威胁 所以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指引 海关按照没收了所有的违禁物品 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纽约地区办事处的业务总监米勒 特别发布新闻强调说 加强对违禁肉类和被列为 美国农业造成损害的物品拦截 阻止他们进入美国 这是为了保障美国的农业和经济活力 他又说腊肠腊肉等等食品 一旦进入美国 将会对美国的农业和经济造成损害 今天节目最后要为您报道 这是有关于人口贩运的相关的问题 在纽约法拉盛被称为是人口贩运中心 全国各地方很多的人口贩运案件都可能追溯到法拉盛 而在本地也有不少的华裔按摩女郎的第一站 为了提高公众对人口贩运的意识 法拉盛市议员参选人黄敏仪在昨天召开线上会议 邀请了纽约立新妇佑关怀中心的代表 介绍相关信息和求助的方式 他们表示非法移民和陷入财政困境的单亲妈妈 最容易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立新精神健康顾问戴安米 她说很多人对于人口贩运存在的误解 以为人口贩运只发生在海外 甚至于把性贩运者称之为是皮条客 其实不然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有一些共同点 包括他们可能有经济的压力 遭遇到暴力 面临困难等等 有不少的受害者是非法移民 他们对于美国文化和法律不甚了解 语言不通 有没有社交 容易被贩运者利用 她表示 研究显示 全美国仅20%的人口贩运受害者 有合法移民身份 而98%受害人 不会或者只会说少量的英语单词 他们经常的搬家 没有固定住所 常住在按摩店 或者装满监控的地方 70%受害者在美国没有社会关系 有经济压力的单亲妈妈 很容易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平均年龄大约41岁 他们需要养家糊口 以上是今天美国新闻林一台 为您报告的重要新闻 感谢您收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